直播主想說 你知道他最恨的是你沒感覺 你都沒反應 連報警都沒有幹這件事 他就更氣了 所以他花了七十幾萬 包了一輛遊覽車 到台中去撂人 那個遊覽車上面塞滿了人 然後從台中把這些人 載到高雄 然後到人家家門口去抗議 結果到人家家去 人家根本不理你 我管你誰 你現在都不干我們那事了 好 他越想越氣 你知道嗎 你到人家家去撥這個油漆 然後去撒名字 其實這已經違法了 那他就覺得說 當地的派出所 沒有站在他這一邊 你們根本是袒護張家人 於是他又把這整輛遊覽車 又轉到派出所 然後他自己都做好了 那個你知道 抗議的那個舉牌有沒有 還上面寫說 我們欠錢不還 你們家怎樣怎樣 就去那個派出所去包圍 結果你知道 鬧到一塌糊塗 因為你這樣子來來去去去抗議 派出所會受不了 所以派出所的警員出來 要他們制止他們說 你們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已經違法 結果他們根本就不聽 最後是員警把槍舉起來 這些人才知道說 自己出了一些狀況 最後是這樣 剛剛講的這直播組 不是希望自己的女兒 可以認阻歸中 結果他把女兒帶著去 這個派出所前面抗議 結果他自己跟女兒都違法 通通被警察抓起來 所以到現在為止 沒有認阻歸中 你說了那一千七百萬 不去了 你現在還要吃老飯 這個老闆有一天 他就得了癌症 就得了癌症 然後就走了 走的時候就是 這個老婆 大老婆也都不知道說 她的老公跟這一個小姐 在外面有一個兒子這樣子 於是就是辦喪事的時候 突然在辦頭期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 片頭一開始的情節 就開始有一個 就是她的弟弟 就是阿姨 這個孩子要叫阿姨 這個阿姨就牽著這個孩子 到這個靈堂來 就說要拜她的爸爸 然後她老婆這邊 還有她的小孩 跟親戚朋友就說 怎麼一回事 怎麼有多了一個小孩 就問了 她就說她是誰的兒子 就是那一個遊覽小姐 遊覽車小姐 但是她沒到現場 然後這一個阿姨就 打開了就說 你們老公跟我的兒子 生一個小孩 然後現在走了 那你們看怎麼處理 就在那邊鬧 然後這個老闆娘就說 你們不要鬧 也不要再撒名字了 你讓我們好好的辦完這個傷 我會跟你們有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再來看 什麼樣的結果 結果這一個阿姨 就帶了那個小孩說 好 沒關係 你們這樣子 我明天就再來鬧 我看你們怎麼辦 這樣子 結果明天沒有人來 後天也沒人來 一直把這個傷事都辦完 那個阿姨都沒再來 那後來就是聽說 因為遊覽車的那一些小姐 還有司機 就後來就傳回來說 那一個阿姨來這邊 帶那個小孩來亂之後 回家中風了 對 就中風了 然後也就沒有來亂 也不敢再來鬧了 然後這一件事情就這樣 就他們無聲無息 不敢再來這樣亂 所以那個法師就說 他們都不知道是 這做頭身 那人家都會回來 還在那裡亂 所以這就是一個在辦心傷 他那個力量是非常強的 所以他不能這樣鬧 這樣鬧他就馬上有那個報應 三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準症 準症其實大家可以理解的 就是補症 就是原來的生父跟生母 他結婚了 那當然這個小孩 就會變成是婚生子女 另外其實就是輔育 跟認領 那認領就是爸爸願意 去認領這個是生子 那輔育呢 其實就像剛本老師講的 可能外面的生父 他生前或是他在 小孩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直給付 這個小孩的教育費 或是給付這個 小孩的撫養費 那這樣子法律上就會認定 他其實有認領的 那其實這種關係 是沒有辦法抹滅的 所以即使 即使說你在外遇的對象 你的生父 即使你過世之後 你還是可以跟他的繼承人 去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的訴訟 所以不會說因為他就生父走了之後 我就繼承不到遺產 你甚至還是可以去跟繼承人提起 而且甚至如果他沒有繼承人 你還是可以跟聖福機關 去提起這個訴訟 以國家做個代表 等於說我去告這個 請法院幫我認證一下 我的親子關係是存在的 所以他的遺產 始終是可以繼承得到的 所以現在其實真的很少見 就真的還會 如果你確認說 你的小孩真的是 生父生的嘛 爸爸生的嘛 其實不太需要再去 去撒名字 對 不太需要了 這個叫做主動型的第三者 也就是說他會自己來 我想要把你吃掉 嘿 你就是我口中那塊肉 如果是許光漢就好了 就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明年的氣會 吸引來這樣的人 狼吞午宴到你身邊 就是這個意思 好 就這種感覺 對 很恐怖耶 來來來 但可能比較有目的 這些事情就比較需要進入一下了 謝謝